大家好 我是赛艇队长 每天胡思乱想 多年以来 网络军事圈一直流传着一个 日本战斗机什么测试的这么一个神话啊 就是二战结束 然后各种型号的日本战斗机啊 被缴获了吗 拉到美国 使用美军的高标号燃油测试 结果表现出了惊人的高性能啊 等等等等 然后在这之中呢 有一些人就来批判一番说 哎呀 这个养尊处优的美国大兵打赢二战 靠的不就是物质上的优势吗 那今天呢 咱就来聊聊 这个段子从哪儿来 那日本战斗机到底有没有他们说的那么零 这事儿啊 得从日本的航空工业说起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日本在航空兵的建设方面和欧洲的先进国家啊 差距很大 那时候日本飞机顶多就是能说飞上天 转一转 但是当时像英国的海航那是可以越海攻击这个德国的岸上基地 然后对着啊 德国的军舰发育雷了 1918年的时候 所以呢 这个日本海军就选择了英国人来帮忙 包括什么 哎 日本的十式雷机啊 十三式建工 八九式建工 都是委托英国设计师设计 然后再由三菱公司啊 引进这个专利 仿制生产 那经过二十来年的发展 日本逐渐的缩短了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差距 二战之前 日本人见走偏锋 研制出了机动性极强航程超远的零式战斗机 这款新型战斗机 在这个1940年投入中国战场 刚一登场就在碧山昆明两场空战 给中国空军造成了沉重的损失 那两场空战好像中国空军是被击落13架 击伤15架 日本灵战这无一损失啊 那美国的这个情报官员就把灵战的情报送到了太平洋彼岸 但是呢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因为在白种人的眼里 黄种人不可能设计出来这么优秀的战斗机 这情报官呐绝对是夸大其词了 等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 美国终于是在灵战上吃到了大亏 那战争爆发一周之内 东南亚美军的飞机被摧毁了300多架 这时候美国人才想起来 我得重视对手 那作为应对策略 美国一方面以前所未有的速度 进行战机的研发更迭 另一方面就是不遗余力的搜集日军的战机资料 为此专门在1942年成立了航空技术情报中心 英文简称TAIC 那他们的任务就是分析 所有跟敌方装备有关的资料 同时呢还得为前线的飞行员提供一份 这种简明易读简单易懂的敌机手册 告诉盟军飞行员 日本的这种战斗机长啥样 性能怎么样 特点怎么样 然后你预料了你怎么对付他 那在TAIC成立的三年时间里 他们确实是展现出了惊人的情报搜集能力 就是光是凭借间谍啊 提供一点蛛丝马迹 再加上飞行员提供的战报 这TAIC呢就能推测出来 日本又有新飞机服役了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日本海航的绝唱 裂缝战斗机 到1944年年底 这款末代战斗机啊 只有不到10架的原型机在日本的本土进行试飞 那飞机还没投产 更不可能说飞到前线作战了 但是TAIC就能通过种种的蛛丝马迹 得到它的存在 那包括这个裂缝战斗机的准确名称 那1944年12月 当时TAIC就估算出了一组就是关于这个裂缝的各种性能参数 然后发表成色 在裂缝刚刚问世的时候 那可能日本人都不知道它的性能怎么样 那美国人又是怎么算出来 它性能的 简而言之就是鞭 而且往高了鞭 因为自古以来 骄傲轻敌一直是兵家大计 那当年美军就是过于低估日本灵战的性能 才导致说战争初期 这损失惨重 对吧 那有了这个血泪教训在先 TAIC很自然的就采取了料敌从宽的谨慎战略 比如说这个你看那个日本有一款这个疾风战斗机 那被吹成大东亚决战机 美国呢就在四五年年初在菲律宾战场上缴获了两架 然后三月份的时候 TAIC就印了关于它的手册 要知道当时菲律宾是什么 那是炮火连天的战场 情报人员根本没时间 也没有空间去对它进行性能测试 对它的数据呢 就只是往高楼估出来的 那疾风战斗机估算的这个数据非常亮眼呢 这个速度每小时687公里 比当时就是美国海军的主力战斗机海盗还要快 但是它实际上最大的速度也就是630公里左右 这个速度其实对美国人来说就够不成多大威胁了 那哪怕是其他说已经缴获 而且呢测试出实际性能的飞机 TAIC也会给他们再加上一行备注数据 然后让这个数据呢再拔高一些 比如说日本这个零战52 TAIC那个飞行手册上就写着说 它的最大飞行速度啊 是每小时576公里 但是下边这个标注呢还写说 这个飞行测试获得的数据只有每小时547公里 这就告诉飞行员什么呢 这飞机我们飞了啊测试了 但是感觉这速度啊还是偏低啊 给你们再拔高一点啊 这才算保险 这样一来美国飞行员在遭遇了敌人之后 那个个是如临大敌不敢怠慢 但等到真正交火的时候就发现了 哎这敌人好像比想象中好打得多 那战争末期 美军一个大队的P47 就遭遇了日本的疾风机群啊 那大东亚决战基建的是啊 那一番交战下来 这美国人以一架P47的代价击落了11架疾风 如果是按照那个飞行手册提供那个数据来看的话 那P47打疾风是其实是很吃力的 所以当时啊 美国人根本没意识到这是疾风 还以为打的是什么其他的老式战斗机呢 后来这战斗打完了啊 才知道真相是啥 那等到二战结束 有一部分日本战斗机呢 被送到美国 继续做测试 这个时候啊 飞行员飞他们也是 飞着玩 不会去挑战极限 因为要得到什么 最大速度啊 爬成绿啊 这些极限性能 你没有厂商 没有技术人员的支持 这是很容易引发事故的 美国飞行员这战争都打完了 他们也不想说为一个啊 人畜无害的战斗机再达成生命危险 是吧 所以呢 就是对于这些新来的战斗机 基本上就是 交上去一份体检报告 就OK 那性能部分就 超作业了啊 当年这TIC那个手册啊 一超了事 而美国人给他们用的 也不是传说中的什么高标号精致燃油 因为对于一款发动机来说的话 油啊 它不是说换就能换的 当中肯定会有一个测试调整的过程 那对于这些被缴获的战斗机来说 如果说没有工程师帮忙 然后数量还很少 那他们是缺少燃料转换的条件的 那又过了几十年 日本逐渐走出失败的阴影 不少军事作家呀 在编写二战的那些作品的时候 就查当年美国人留下来的资料 猛然就发现 哎呀 黄军居然有这么厉害的武器 那为什么在日本没飞出来呢 他们不懂发动机 也不知道什么 就是那种不能随便换燃油的道理 于是就想当然的杜转出 说哎呀 大概是因为本国没有高质量燃油吧 那这个故事虽然是已经被厘清 但是这个谣言呢 以俄传俄从日本传到中国 以至于今天还有部分拥顿 不过美国那一套料敌从宽的评估体系 却是古今没变 你看上世纪八十年代末 苏27战斗机 苏联苏27战斗机装备部队 美国立刻就对它的性能 进行了全方位的剖析 那分析结果就是 现役的当时美国现役的F-15 对苏27啊 那完全是没有还手之力 两个人在这个 这两家飞机在空中 那就是猎豹追领阳 那苏27是猎豹 那但是现在三十多年过去了 F-15相继参加了大大小小机场战争 表现有目共睹 而苏27和它的改进型 什么苏30苏34苏35 作为当前俄罗斯空天军的主力 在这次俄乌冲突中表现如何 那也是有目共睹 对吧 无论是当时的日本飞机 还是今天的俄罗斯飞机 都用他自己的经历说明 当美军说你强的时候 你要么结结实实的 给他打一顿 要么千万别动手 让美国人靠着这个 就是美军说你强 这么一套说辞 让他们继续 通过这个说辞 从国会里骗经费 否则的话 你没打过 就丢了面子 他发现你在拉话 他也再要不到经费了 这么一来啊 双方就都不是赢家了 那好了 关于二战之后 日本飞机测评的神话传说 咱们今天就聊这么多 我是赛艇队长 每天胡思乱想 我们下期再见